当我看到孩子特别懵的时候 我心里就很难受很难受的 我就想让孩子稍微等我一下 马上我的工作就完成了 我把孩子送到家 孩子说下了补习班之后 顺道就进了新华书店 去看科学类的图书了 我问他你以后想怎么 想做什么工作 路上的时候孩子就说 我长大了我要当一个科学家 很有志向的一个小男孩 孩子这个时候就给了我一捧糖 边跑边喊 阿姨阿姨谢谢你和叔叔 把我送回家 谢谢我非常感谢你们 这个糖吃在心里是特别的甜